我們就配合MLV在現場去做土壤的開挖跟取樣 但是讓我們非常驚訝的就是 當我們開挖的採樣的過程當中 才採大概10到15公分深的一個深度 就發現了裡面竟然有廢棄的磚塊 而且這個磚塊竟然長達20公分 那這個是現場看到的一個照片 這一次的會刊讓我們更加的瞠目結舌 因為我們這一次竟然還挖到了廢棄的電線 這個是我們現場挖到的照片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除了電線以外 我們也挖到了磚頭 它其實已經超過了3公分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而且它不是沙子 它是真的磚頭跟石頭 所以這也不是一個合不規定的現象 新竹棒球場問題 公務處目前統計出來是高達152項 而且疑似真的是用廢棄物來充填 那再來如果說今天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都在層層的把法規跟公務人員的體系保護關卡 都沒有被發現 那是不是代表也有人謀不張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在法規上應該要做到的監督的責任 我們驗收的責任是不是也有放水的問題 那剛剛也收到一個非常驚悚的消息 我剛剛有點傻眼了 我們剛剛現場竟然發現電線被整支都抽走了 我必須要非常慎重的說 這其實已經有滅正的嫌疑了 我們昨天在挖完這個電線的時候 目前電線 昨天是電線是留在現場的 就是各位看到的這個電線 但是剛剛我們早上的時候 我們的人員進場的時候 這個電線已經被清除 所以這已經有滅正的嫌疑 我想我們會進書來交新竹地檢 這個部分來 瞭解說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滅正的狀況 因為我們都有全程影片錄影 所以你就算你現在要去清土浪 我相信也是來不及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昨天晚上難道可以一個晚上把電線清掉嗎 這真的太令人謹慎了 好